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打疫苗 又恳请年长者避免出门 大家要多方的小心 常常戴口罩 勤于洗手 可是防不胜防啊 我就听到一个大叔的见证 他是在咖啡店里面泡咖啡的 他说他每天工作都戴着口罩 除了吃午饭 拿下口罩之外 每时每刻都是戴着口罩 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得了这冠状病毒 他也觉得无可奈何 真的 怎么办呢 现在疫情的发展 只有许多的未知数和变数 在这样的时刻 我愿意圣经里上帝的应血 来辟辞勉励 诗篇57篇第一跟第二节 上帝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阴下 等到灾难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 经文提到 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阴下 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夜深的晚上 在某个农场的牧棚里 着火了 当牧场的主人从睡梦中惊醒时 他赶忙的冲到农场去灭火 其他的工人都回家了 没有人帮他 几经辛苦 他终于把火给灭了 当他在清理火场的现场时 发现有一团黑黑的烧焦的包裹 他想随手用脚一踢 怎么知道从当中散开了一群的小鸡 鸡鸡鸡鸡鸡鸡 在乱叫乱跑 原来这整十字的小鸡 在他们妈妈的保护下 竟然在火灾中活了下来 他们不幸的妈妈 适时保护了他们 他用翅膀 把宝宝们圈在了翅膀下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个故事感动了我 说起小鸡跟母鸡的故事 你是否有注意到在 帖都礼拜堂那一带的鸡群 也能看到母鸡保护小鸡的情景 看看天上有捕猎的大鸟 或是走来走去的野猫 四脚蛇 甚至山上下来的猴子 鸡妈妈们都会尽力地保护 他们的鸡宝宝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会把他们圈在翅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诗篇五十七篇 怎么说 第一第二节 上帝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阴下 等到灾难过去 我求告至高的上帝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 是的 我们基督徒 要将信心摆上 专意地投靠上帝 相信在他的翅膀的保护下 获得安全跟保障 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怜悯的神 是至高的大能者 他爱我们 所以 我们要躲进主保护的翅膀下 我也深信 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 也必垂听我的祷告 因为我各样的要求 我想 在这次的冠状疫情 的确影响了每个人 不同的人 遇到不同的困难 有不同的需要 我们要忍耐到几时呢 没有人知道 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呢 没有人知道 但我们能确定的 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他拯救 怜悯 求告他的人 有另一处的诗篇 也基于我们在疫情当中 给予我们鼓励 是的 就是诗篇 九十一篇 第四到第六节 上帝必用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 翅膀底下 他的信实 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 黑暗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 黑夜醒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病毒 最后 让我们基督徒 彼此扶持 彼此代导 跟关怀 坚持下去 因为 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是他的应许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应许保护我们 在你的翅膀的阴下 我们信心 凭信心来仰望 依靠你 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直到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疫情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身的名求 阿们